第2550集 大话天庭 天庭威势日龙 叶凡大便天下无敌手 连当时大帝都败了 这震撼了九天十地 万玉皆宣飞 大败妖帝 这件事影响深远 在此后的数十年中 都与宇宙中传荡 各族漠不悚然与神禅 经此一战 夜凡宛若天神一般高高在上 但凡发指溢出 宇宙各地漠不沉浮与遵从 没有一族敢反抗天庭意志 而天庭并没有因此而盛起灵人 依旧如过去 缠灭生命禁去是他们的目标 从不会有其他大教纷争 而通过这一战 宇宙中的气氛也渐渐不同了 这一世真的有太多的人洁 本来金乌正道成为妖帝 成了人们的希望 现在夜凡逆天 生生战败了大地 让绝代天骄都目光战战 露出异色 他们坚定了心中的信念 果然 在随后的岁月中 火棋子隐天德等全都苦修 极力提升自己的修为 想要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天庭的争容岁月开启了 就此天下无敌 八方皆来朝拜 赫赫威名在宇宙中传颂 天下修士 漠不敬服 距离扫平禁区一战 一黄眼过去了二百多年 叶凡的年龄已近两千岁 真正的战者无敌 无人可抗衡 俯视整片苍茫宇宙 难得寻到一个敌手 在此期间 天庭迅猛发展 昔日所说的菩提遍地 信仰凝聚 历教不朽 竟然渐渐成真 每天天庭的祭坛上 都有宏大的诵经声传出 那里有一座顶 叶凡的万物木器重铸后 被置于祭坛上 接受八方信仰之力 内部信仰如海又若混沌 无量无边 信仰之力化成了液体 茫茫而浩瀚 让此顶都跟着脱胎换骨了 但是叶凡始终不曾动用一分一好 任他积聚 在顶中 谢阳之力结神胎 一个与叶凡一模一样的人 正在孕育 这些年来 天庭蒸蒸日上 所有一切都上了正轨 各种好的消息不时传来 猴子带着喜色告诉众人 斗战圣佛终于抛下了心中 最后的一丝执念 重回红尘中 与神残公主走到了一起 最后 这两人隐居在了天庭一座庭院 神须 岁月不饶人呢 我叔叔真的老了 猴子轻叹 连他都两千余岁了 他叔叔太古年间就已经数千岁 而此生又比猴子提前两千年出世 到了现在 真的是尽贤老太 不过 这并不重要 人生最应在意的 是祥和与快乐的心境 斗战圣王一生都在厮杀 纵入佛门也是如此 放不下太古的一切 在心中与自己交战 这么多年过去 终于彻悟 而今 他再也没有一丝修饰气息 像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一般 每日都陪着神残公主漫步 一起看日出 一起看夕阳 老来相伴 让人感觉很温馨 叶凡轻叹 老圣佛真的年岁很大了 也许生命快走到了终点 没有多少年可活了 他曾经准备采摘不死仙药 请老猴子服用 结果被圣佛婉拒 活得长久就是福吗 看那禁区何其可悲 当中的每一位至尊 都残喘了数以百万年 他们真的不悔吗 斗战圣佛微笑 与神残公主相伴 就此远去 在夕阳下斗弄天庭那群志童 两人的脸上都仰着 发自内心的笑 在他们的背后 还有一只小神残 而竟变成了一只小金狮子 只有一尺长 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 看起来憨太可居 水灵灵的可爱 这只小残来历诡异无比 是在祖地莫名出现的 它所发生的蜕变 与昔日该族的神皇一模一样 真正的遗忘过去 一次蜕变就是一次新生 别的神残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等保住旧意 唯有它与众不同 神残内部一度认为 它是又一位始祖在线 岁月啊 真是让人伤 庞博立天等人皆谈 因为他们明显感觉到 老疯子 人魔 虽然血气还算充足 但是年岁也真的很大了 也是在人生的晚途了 总的来说 天庭还算祥和温馨 小时很多年的 姬浩月回来了 他当年大败于神族内 悲笑宇宙中 五坠一座天尊法阵 遗困就是一千多年 继承到进阶为准地后 这么长的岁月来 一直在寻找 走遍宇宙 希望父母团圆 血脉的呼唤 让他感应到了父亲失陷处 最后 叶凡亲自出马 破开了天尊法阵 将姬浩月救出 事实上 姬浩月自己也快破解了那里 他在里面五到一千多年 进参悟 杜劫天尊的所有法 玄功大成 紫月 当姬浩月听闻 这些年来的一切后 虎目韵泪 可可没有保护好你 叶凡文言 心中疑痛 父亲 姑姑还有小姊妹妹成仙了 你无需被伤 姬成道扶住他一条手臂 说道 是我着相了 成仙呢 多少人的梦想 这是好事 叶凡 你不要多想 这些年 谢谢你给紫月带来快乐 姬浩月擦进虎目中泪 对叶凡这样说道 姬浩月是一个要强的人 出困后第一时间去见了妻子 一家人团圆没多久后 他就去了神族 大战神尊 这一战 在叶凡的暗中干预下 最后双方平局收手 所有恩怨都在双方倒下的刹那化解了 毕竟 那是妻子的亲哥哥 是孩子的舅舅 姬浩月也不想家人为难 此后 姬浩月与妻子也归隐进天庭中 断得闻讯火烧屁股一样赶来 与姬浩月切磋 杜劫天宫 生生插入了人家的一家三口内 每日都探讨个没完 最后姬浩月看出来了 他不是要功法 而是要那处一记的点滴 像是要开启某种旧的回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 连盗墓的都正是忙碌 幸福的奔波 奔黄的人生 方向 该怎么规划呢 大黑狗喝得醉熏熏时 说道 是啊 连那猴头都似乎动情了 据传六二迷猴可能是只母的 现在圣皇子整日与人家切磋大战 我看龙马搭着舌头 来来来来来喝两杯 我来跟你谈谈我的人生理想 大黑狗醉眼朦胧的拉着猴子坐下 你有什么理想 刚才连人生都没有方向呢 谁说我没有 刚才我一下子 刚才我一下子想多了 听我慢慢道来 大黑狗用力的将一顶酒灌进嘴里 而后重重的蹲在了桌子上 结果很不巧 砸在了装死的龙马头上 痛得他呲牙咧嘴 跳起来破口大骂 别吵 听本黄 慢慢给你们道来 大黑狗眼睛有些迷离 而这个时候 一群孩子也跑了过来 听他开讲